上一篇谈道,援军想收复大兜。 即使通州城内没有明军的精锐部队,援军也攻不下来。 顺必没有趁明军主力西出而夺回大兜,朱元璋却不会漏过任何一次能够打击敌人的机会。 红武二年,1369,4月5日,明军先在鸾州、金河北省唐山市以东,击败了野素丞相的部队,解除了大兜东南方向的威胁。 至六月,长月春,李文忠两人率步兵八万,骑兵万鱼。 出三河,金河北省三河市,过路而领。 出击援军重点防守的全宁一大宁一线,也速成像提兵迎击,被长玉春击败。 丸州?按照明朝史官的说法。 此时,太子爱由十里达腊驻军红罗山,顺地及上都群臣,都指望他能够防卫上兜的外围。 爱由十里达腊却认为上兜才是明军重点进攻物件。 就算明军进攻红罗山,出于纯王齿寒的考虑,上都也定会发兵救援。 由于双方认识上的略微错位,导致明军对红罗山发起进攻之后。 爱由十里达腊,并未做积极防御,都也无兵来救。 明军的进攻,竟然意外顺利。 没用几天就夺下红罗山。 红罗山一丢,上都东线的门户大开。 尽管也速成相帅援军败兵退往全宁一大宁一线,将明军主力引开。 但是顺地此时手中无兵无将,在上都哪还做得稳当。 6月13日,顺必离开上都。 逃奔英昌,境内蒙古自治区,克什克腾齐西北,留下河南王普化,中书平章正式顶住留守上都。 四天之后的6月17日,上都陷落。 顺必在6月20日,才抵达英昌。 这才收到上都陷落的信息。 顺必本来就病得不轻。 车马劳顿之余。 亲情商在受打击。 病情一下子加重起来。 顺必本来的目标是收复大兜。 结果眼见得连上嘟嘟失掉了。 在英昌进无可进。 退无可退。 大臣们一再上奏,请顺必吸附和林。 然而顺必却有两个顾虑。 一则是自己身体状况不佳。 再撤向和林。 路途遥软。 安马劳顿。 恐怕撑不住。 再则是和林是大蒙古国时期的旧都。 蒙古人在那边的势力固然强盛。 自己一旦撤到和林。 就必须向西道诸王借兵。 西道诸王与元朝皇帝全部出身于忽必烈系不同。 他们之中还有不少出身于窝阔台系、蒙哥系、以及阿里布哥系。 与元朝之间关系颇为复杂。 元朝势力强盛之时。 尚能压服这些诸王。 使他们遵奉元朝为宗主。 但现在落魄至此。 难保不会强倒众人推。 基于这两点原因。 顺帝待在英昌并不肯走。 仍然就地集结兵力, 试图夺回上兜。 群臣也理解顺帝的心思。 但是英昌虽然没有经过红金战乱。 诚实完好。 可是毕竟不是一个发达地区。 顺帝带住宿卫部队和官员逃到这里。 发现粮食储备严重不足。 想要在这里集结重兵。 根本不可能。 可是顺帝死活不愿意去和林。 又一并不起。 大家也就只好将在这里。 无奈之下。 知书密院士观音弄出了个主意。 请顺帝立刻派专使去联络驻留在甘肃的阔阔铁木儿。 并召集退出山西的阔阔铁木儿渔布。 命他们从西县对长城以内的明军战领区展开作战。 牵制成玉春、李文中的北伐军。 如此可以暂时缓解眼前的压力。 原顺帝。 于是在进入七月之后。 阔阔天木儿部将寒闸率军攻破援州、 金甘肃省镇原县、 荆州、金甘肃省荆川县。 试图夺取庆阳。 将徐达部队压制在一马关、 金甘肃省庆阳市西南以县。 八月。 原将贺宗哲攻打凤翔。 托列伯、孔兴等人袭击大同。 在西县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散攻。 然而寒闸至一马关后, 无法再进一步。 赫宗哲九宫奉降徒劳无功。 托列伯等人在马义、 金山西省朔县, 被池原大同的明军李文中部击溃。 托列伯被擒。 除了缓解顺帝君臣的压力以外, 西县攻势只是损兵折将。 并未取得实质性的战果。 下一篇谈原顺帝之死。